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看到沒有 有影子的地方就有太陽 他居然把珠顏色放在有影子的地方 那有太陽的地方一定就會有珠顏色 珠顏色就像陽光一樣 是一個很好的學習原理 謝謝我們請同的分享 繼續來 請找下一位獎員 這位獎員是我在48級的時候 當社長的時候 他來到我們社會 那他相當相當的忙碌 然後可是呢 卻願意來學習 而且在我邀請他當社長交接的主持人 他異不容辭 所以一直到現在 在我11級的時候是當社長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優秀的社友 那他從事的工作也是資訊業 那是用腦 然後在奧瑞剛的展現 大家應該有聽過就知道 他的歸黃紀錄了 好 謝謝 現在讓我們掌聲歡迎 謝智希 謝謝 謝謝 我愛珍耶 珍妮也愛我 主持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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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我最大的影響是 想各位 非常的是 他在一個非常棒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學習舞台 他讓 只要你有心 只要你願意 在這邊會有非常非常多的人 願意跟你一起去完成很多事情 跟完成很多夢想 就像當時我接了51級的社長一樣 那 其實 會想要講 當時 當任這個社長 其實呢 會想要跟在座的 我們今天的其他的 講員們一起分享 希望他們有朝一日呢 是接下來的每一集的社長 那在這邊當社長 對我的好處有多少呢 當時的我 剛生了一個小兒子 那 我 當時的我也還 剛前一輩工作的關係 剛失業 在 當時的情況下呢 其實呢 書學社的 這樣的社長 他反而給我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書學學空間 讓我 重新 在我的工作 在我其他的生活方面呢 得到了 另一種能量 跟 自信 可以讓我 永遠 永遠 勇往之前的 往 人生的下一段 努力 因此 這個社長呢 他是在很多很多 前社長 以及 次友們 都付出 非常非常多的 愛的觀法下呢 只要 你有心 只要我們想做什麼 他們都幫我們去完成 所以那一年 我們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們舉辦了獎評的訓練 我們甚至舉辦了跨社之間的 即席演講的比賽 我們 那一年 也第一次參加了奧愛綱的演講比賽 整種過程中的收穫呢 真的是不在話下 那 在此呢 非常鼓勵我們 在座的所有的社會 真的 當社長 您可以發現 另外一種 收穫 跟體驗 他可以 讓你 在這邊 累積 更多能量 更多的武器 勇往 謝謝 謝謝大家